中国逼走立陶宛驻华使馆人员 这纯属污蔑 立陶宛背信弃义 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 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了中立赖以建立大时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为了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一个中国原则 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完全正当合理 在中立关系已降为代办级的情况下 中方要求立陶宛驻华外交机构 重新申办外交人员和行政技术人员身份证件 这是中方做好驻华使团服务与管理的正常程序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并不影响立陶宛外交人员在华正常履职和生活 同时中方根据伍野纳外交关系公约 保障所有在华外交机构的安全及合法权利 保障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各国 驻华外交机构正常开展工作 立陶宛政府在事先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 突然安排所有驻华外交人员不辞而别 随后又散布不实信息 企图转移矛盾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